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李淑芳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台北股市在今天下跌了50基点 它的一个收盘 重新打回到无日均线所在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说过台北股市 它大概分成几个架构 有一个架构它是不会变的 它就是跌升个股的轮弹 像今天就由大力光 他在股东常会上面的内容 他带领出来镜头个股的反弹 但是你要知道 为什么镜头个股的反弹 它就是来自于他们跟季线的距离 负乖离它是最大的 那今天你可以看台北股市 它出现几件事情 集中市场下跌了54点 收在10561 看到了10561跌54点 你看OTC没有跌 OTC没有跌 它整个一个收在小涨 收在134点 我要讲这个部分原因就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它会是这样子 整个一个OTC我给大家看 OTC今天收在134点57点 因为它在目前这一条粉蓝色的线 它是季线 因为我发觉它距离最远 它在这一波里面来讲的话 OTC的特质 它是来自于超涨跟超跌 所以它距离季线这么远的过程之中 它当然在这个时间点 不管是从获利了结的卖压 解套性的卖压 它当然最少 所以它在今天整个一个集中市场 它是下跌的 但是OTC市场它并没有跌 那你再看另外一桿个股 这是台积电 台积电在今天跌了6块钱 6块钱就代表说 它在这种过程中 它就把台北股市跌掉了将近50点 50点 如果扣掉了台积电 其实就指数上面而言 它是没有什么跌的 它是没有什么跌 那我讲这个意思代表是什么 其实它有意义的 第一件事情 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很明显 如果判断没有错 因为我们在这个时间 是Live的节目 目前并不知道外资的买卖超 我认为外资从台积电 今天跌6块钱 应该是外资卖出来的 外资卖出来的 但是我问刚刚为什么带到大力光 大力光这档个股 我们在当天里面就有去做解盘 我就说过大力光在当时候 这家公司就很老实的告诉大家 我5月份的营收双成长 但是我的6月份 我会呈现了衰退 然后股价棒一升开盘打到跌停 然后尾盘才拉上来 我说你自己在破低的时候 破前破低 那KD指标它是并没有同步创新低 它称之为背离 原相是如此 整个大力光是如此 联勇它也是如此 有没有都产生了一个反弹 都反弹 那你要了解到这些KD的技术面 我们在Lite Act股市周期里面会教给大家 在这一次KD指标的运用 可是我讲这部分就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说有时候你在某一个环境之中 某一种时空点的过程 你都会被市场上面左右掉 大力光在当时候它讲出了6月份 它可能会衰退 棒一升打到跌停 你不肯冷静下来 你不肯去看它的KD指标是低档背离 你去杀低 到今天整个一个大力光 已经把那一根 那一根造成跌停的 所有的区块的空方缺口都补掉了 也就是说你的杀低 一个极弹 跌升式的反弹 我就跟大家讲10% 10%以上 你比比皆是 所以我才会不会言 我说我们在之前 来自于台北股市 在大家对中美贸易大战 摸不着头绪 市场恐慌的气氛很高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的操作 都是在跌升反弹 但是那个跌升反弹 我是有选的 我是选一些业绩好的 第二季财报好的 去做一些的操作 那在今天里面 当然整个镜头个股 因为大力光的带领 我要先讲我并没有买 因为现在的一个跌升反弹 它是轮弹的 它轮弹的过程之中 你很难去抓住这些的节奏 譬如说阳明光 是不是来自于季线 譬如说 亚光 是不是来自于季线 这都是这样子 可是 你在这过去里面来讲的话 你会看得出来 它的强吗 不会 所以如果你要想跌升反弹 因为我们跟大家讲 它速度越来越快 今天这个明天那个 明天那个后天那个 已经抓不到 那你只能说如果站在我的立场上面 除非我的会有进三盈三 或是投资朋友 你自己把你的子弹打散掉 这个一张 那个一张 这边一张 东偏一张 你这样去选择 跌幅从高档到低档 它跌三成以上 融资水位有降的 那你去抢跌升反弹 可是你有赚就要跑 有赚就要跑 那我说过台北股市 现在它的指数上面 就是说大盘 它很矛盾 因为我们说 跌升的个股就像那一个毛 五日均线跟月线 黄金交渣 变一根 它很容易拉出一根红棒 像大力光也是 亚光也是 我还先讲没有 那这些都已经去拉上来 那问题是 你有个盾在后面 这个盾就造成你阻挡的力量 你毛射过来 你就跌升反弹 这个毛射过来 一弹 你撞到了这个盾 你也攻不过去 你也攻不过去 那你的力量要够 你才射得到这个盾 而且你射到这个盾 就是季线的反压 它也会射到它 也容易掉下去 那在这种过程中 你就要知道台北股 需要个力量 这个力量是什么 所有的根源 它还是要回归到中美贸易大战 但它无解 它短期之中 我们根本不知道答案 G20没有答案 本来就应该是如此的 如果有人告诉你 G20很有答案 可以有答案 那我觉得这个人是不够专业 因为G20真的只有两天 所以现在只是美国就是证实 我在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 告诉大家的 那现在有人跟我讲说 可是香港 香港的 香港你看香港恒生指出大跌 昨天跌500多 今天本来跌400多 现在跌221 我说你管这个干什么 你知道我在今天的盘中的连线 有人问我 中国大陆的问题 什么金融的一个问题 台湾到底受害还是受贿 我说你想太多 为什么想太多 我们要先了解到 每一个国家 都有它的特质跟特色 那如果以香港 因为它本来是从英国的殖民地 它回归给整个中国大陆 等于回到整个中国大陆 它是不是就变成共产主义 民主的国家 你这样子的民运 民众运动 民主运动 因为我们不会去阻挡 这些示威 这些游行 它会拖很久 它有时候会造成金融环境的混乱 甚至造成你的经济上面的GDP 长期之中的衰退 可是一个共产国家 你看他昨天的吹泪弹就出来了 我并不是说我认同这样的行为 而是告诉大家 现在大家就去算什么金融曝险部位 在香港会怎么样 香港这样的问题会造成什么影响性 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 我觉得那个会很快去做解决 也就是说如果中美贸易大战 川普不是来自于他反中的一个区块 而且在这种过程之中 政治跟经济挂在一起 我请问大家 如果对抗到我们这些民主国家 我们一定都低头了 墨西哥也低头了 加拿大也低头了 欧洲也可能低头 日本也会低头 你就碰到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中国要怎么办 所以就会拖 一拖下去我要先跟他讲 中美贸易大战越拖打下去 没有一个类骨族群会好 因为他这个叫做什么 输入性的通膨 美日贸易大战 在民国78年就打过了 日本都同意 百分之百的同意美国的要求 日本也没有好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也知道 所以他就是 反正就是两边再拖来拖去 这边挤那边挤 反正大家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跟大家讲 会不会一定打中美贸易大战 我的评断是会拖 但不一定会打 因为两边都伤不起 我说真的 因为在这一次的中美贸易大战 3250亿加上之前的2000亿 中国大陆的确是不利的 中国大陆不谈 不肯答应 对中国是不利 可是当你打久了 因为中国有10亿的人口 他可以搞内需 他反正就是有钱 他反正就是共产主义 我就给你降企业税 7月1号就要降 7月1号就很多的一个政策要出来了 我就给你打残酷 耗酒战 川普能不能够经得起 他也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过程 大家不用去猜那么多 你所有的东西 就是回归回来基本面 回归回来技术面 回归回来中美贸易大战 这个核心就好了 其他你都不要管 当然我们在今天有个消息 说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她代表民进党去选总统 你也不用误我说 国民党会是谁 我也不知道 大家想要投给谁就投给谁 一切只要对台湾的经济 有帮助的人选 我个人来讲话都非常支持 我讲这个部分 就是跟大家讲说 你要回归回来 我们是在股市的投资 不要那么多的政治化 太政治化的话 是没有办法 用很中立的立场 来看整个台北股市 所以台北股市 我们就以中立的立场 来跟大家来去做分析 第一件事情 我们跟大家讲 五日基线正管理太大的时候 那是在前天 不可以追高 昨天震荡 今天拉回了 第二件事情 台北股市因为季线 它未来会扣相对的高 越强 是不是越可以买 否则你的反弹 如果你的所有的毛 这个跌生反弹射出去 都打到这个季线的盾 就掉下去 这个台北股市怎么攻呢 它怎么转多头呢 它就没有办法 所以你的兵分两路的原因是说 有一组 当台北股市 它没有完成站稳季线之前 跌生反弹 依旧持续的轮动 我看法没有变 但是如果台北股市要有一个 把盾牌拿开 主流的部队 它必须要什么 站稳在季线 生命线上的各类股 最好是类股 它敢攻 它攻过去的 它形成了主流 那才有办法 那以目前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我跟大家讲说 如果我们综合来看 台北股市有将近1700档 差不多1700档的个股 你把它分析出来 做归纳出来 大概有几组 它是候选 散热 再过来就是PCB 再过来就是5G 这三个族群 它是在当时候 从9319点大涨 沿路涨到11097点的原主流 在最近又出来 那在最近出来的时候 在原主流的出来 就代表在之前 它远离台北股市的一群人 它有回来 它有部分回来 我不能够说全部 那只是说 它是要做短的 去抢一个跌生的反弹 还是它去把这些站稳在生命线 就称之为季线的个股 再往上拉 形成一个主流的部队 这才是你要去做观察的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来讲的话 我的判断 第一个大家看一下 KD指标 现在是不是在高档 我已经有在之前提醒很多次 KD指标在高档 没有量能不能够追 不能 KD指标在指标的80 不代表它不会涨 但是要涨就是要有价 有量 两个条件 没有量 你就是不能追高 你就是只能够低接 那季线 它是不是要扣高 那你就要尊重这个季线的反压 可是现在的月线要扣低 那你就要尊重这个月线的支撑 好 那这样的话它变成什么格局 我的判断 除非台北股市 它有量 有量 用量能 它去做表态多空 如果没有量的时候 它就会用压缩 季线压缩 月线压缩 压缩到最后再去做表态 它可能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只能从个股上面去做着手 大盘它可能 如果没有量 它就压缩 季线向下 未来如果扣高 一到两周之后 扣高会向下 那月线是不是扣低 它会向上 所以它会这样子进行一个 本来是一个区间横盘整理 突破之后 它会进行一个收敛 它可能会走一个收敛的格局 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就只能做针对 个股上面去做考量 那因为我有考量到 目前大盘的一个图形 跟大盘它可能的结构压缩 跌深反弹 有些的个果 弹到际线就不动了 那以我的立场上面 跌深反弹 它开始会轮动很快 而且它的涨幅会越来越小 你想想看 刚开始跌深反弹的 那一定是一军 应该说二军 一军是站上际线的 二军 你现在已经轮到三军跟第四军了 它的幅度都会变成比较小 但是也应该从最低到最 就反弹的高度会有一层 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就跟大家讲说 以我个人 我认为 我们应该要把一部分的资金 因为我有讲过 我在之前全部都是来看 跌深反弹 我就跟大家讲 超额的利润 超跌的利润 那现在里面来讲话 当台北股市很接近季线 我们必须要克服 这个季线反弹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去观察 先站上季线的这一组 它敢不敢攻 而形成了主流 假设站上季线的个股 它能够敢攻 把季线翻扬向上 那才是一个什么 可以造就出来 三个月的大行情 而你季线下弯的个股 你会变成整理三个月 那这样的话你要选哪一个 所以这观众朋友 你这要去做选择 我只是很老实的告诉大家 我的规划 我的计划是如此 所以我的一个资金上面 在未来就是兵分两路 一个超额的利润 持续的进行 我说在季线之前都会这样走 再过来就是另外一个 比大盘来的强 先去站上季线 有机会 至少有三个月左右 行情的一些的个股 我们去做埋伏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台北股是说月线向上 五日均线跟月线形成黄金交叉 它就是一个黄金中 很多的个股就进行的跌升的反弹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决战 六月天的时候 你有跌升的反弹的个股 你有目前比大盘来的强 先站上季线的个股 这样的话我们就推出了六六 两组六六专案 来翻转你人生在下半年的一个财富 所以投资朋友如果认同 鼠方的规划 大盘是一个压缩 由个股去中表现 资金缤分两块 一块跌升反弹 一块强横强的模式 你认同我们的规划跟操作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的六六专案 在会期上面 在会费上面 应该会让大家满意 跟上我们在未来 全新的投资组合 以及全新的操作 我尽力从没活到每一天 Gimme Gimm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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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超薄刷头 七倍解禁 细节无影脚牙刷 细节超薄刷头 七倍解禁 细节无影脚牙刷 开车的时候 有Airwave赛手 随时随地 让你觉醒一下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这么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临座打得火热 同事热烈讨论 感动的热泪银框 两爽的恩阔系列 我们坚持专业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累积经验 凝聚实力 向下扎根 稳定成长 投顾界永远诚信的品牌 永成国际投顾 02-2542-8999 2542-8999 人体像机器 闷热 缺水 容易当机 这时候你需要 水冷S 人体补水作业系统 通过嘴巴下载水分 及等渗透压电解质 不甜 好喝 S水饮 说跑出的 饶了我吧 薄言将军 请命 不要杀我了 我太想念你 想到我的心都慌了 这不是罪该万死 什么才是呢 周一至周五 晚间十点至十二点 其皇后 牧医天下 你应该知道 违抗圣意的下场 儿臣越受责罚 你解开了第一宠封银 但还有四宠尾剑 我会在下一站等 希望玄陵真夜 会把你带回到我身边 晚间八点 古周之药 你不赢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台北股市 在每一个周期循环上面 它都有多空 就像海浪一样 可是我们要知道 在每一次 在空方上面来讲 尤其是大家恐慌指数 我们称之为VIX指数 最高的时候 一定很多的个股 它会出现超跌 它超跌之后 它就有超额的利润 否则很多的好股票 它杀不下来的 它杀不下来 也就是当大家市场极度恐慌 它把手上个股通通乱 卖一通的时候 它才会打下来 我记得当时候的优群 在整个涨到60块钱 我们就跟大家讲 我有出不要去做追高 拉回 我说40几块钱的优群 我在这个节目就跟大家讲说 50块钱以下的优群 它的基本面变了没 没有变 你不要过度的去做杀低 这个天线连接器的模组 本来是预备是两个模组 它现在是三个模组 它以前根本都没有苹果订单 你现在跟我讲说苹果会受害 那我说它根本就没有苹果订单 受害什么 那你这样就算苹果卖得再烂 你总是有几千万支吧 那对于它而言都是一个机会 就随着公布五月份营收 如同我们跟你讲五月份要出货 五月份的营收 优于市场的预期 你看它就从四几块钱 涨停板拉到53 到今天54.3 你又可以赚多少 也就是你这样子 把一个好的个股 因为现在大盘还不是大多少 大好的个股里面 你抓住它的一些区间来操作 你这样赚多少钱 你这样又赚多少钱 你这样再赚多少钱 股价还没有创新高 你自己想想看 你有没有可以财富去做累积 你当然可以的 那你也回归到产业 站在一个制高点上看产业 我说TWS 曾志为真无线蓝牙耳机 它也一定会是在今年跟明年 而且打不到的一个产业 因为它根本没有品牌 你就算不是买苹果的耳机 AirPods的部分 它也一样你可以用 你是买Sony的 你买华为的 你买小米的 你买OPPO的 大家都可以用 你只要有蓝牙就可以了 重点是你这个品质是多少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当时才跟大家讲说 3227的一个原项 很可惜它要进高点的时候 它KT是背离 可是破底的时候我也跟他讲 他也是背离 你为什么要去做杀低 那我说如果你正要去选跌升的时候 我说当时候的新能高才在这里 我说那你去注意这个 它跌了三成 又是统一集团的个股 跌了三成 打到50块 你看现在59.5 那像这一类型 第二季的营收 应该会创历史新高 不是说每个月 四五六加起来 应该会比旺季 去年的旺季更好 第三季会有新的产能开出来 那像这种个股上面来讲 今年明年 我觉得还没有问题 还没有问题 那我们以后才会针对一些 所谓转单效应 因为现在都是大家用想的 用猜的 真正有转单效应的个股上面 我们以后在这个节目里面 会去陆续去做一些的介绍 那我说五四五七的宣得也一样 我说这个个股 它之前没有涨 它也相对性的抗跌 可是如果你拉回来 用长一点 像所谓的力讯 它就是在音讯 所以当时候的一个美率 跟力讯的合作 它可以从30 50 慢慢花了几年的时间 它后来涨到200 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耐心 那你就按照整个一个 在技术面上面去做操作 那你看在这一次的 台北股市大跌800多点 它有跌到吗 它也没有跌到 因为你把整个眼光 放长一点点 然后你再去陆续的去追踪 它的一个营收的一个数字 你看到它营收数字没有 它是这样子跳的 这样子跳 而634到了5月份 淡季到634 它已经来到了第三季 旺季差距不大了 就以前都是淡季的时候 它居然可以跳到去年旺季的 营收的一个水准 那你觉得它的第二季 跟第一季比呢 更何况第二季 它有很多的研发费用 不用再入账 它不用再去认列 它的研发费用 所以对于它的获利上面的一个加持 它是很高的 那PCB的部分我跟大家讲 像台光电你一直讲 它有华为订单 你怎么不讲还有三星订单 现在大家不都说三星可以抢单吗 三星的订单你不讲 那我说苹果的一个订单 苹果的一个订单 它之前根本去年赚5块多 没有苹果的订单 它是全新的苹果供应链 那5G的部分 它有网路的客户 所以我觉得像这一类型 它基本上 它又是AirPods相关的供应链 我觉得大家要在这个时间点 你心中要至少要一把尺 不要把政治跟经济都搞在一起 这样子是没有办法分析的 你只能回归到技术面 你只能回归到基本面 跟着鼠方一起在66专案里面 操作决战六月圈 翻转你下半年的财富 跟上我们全新的投资组合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